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啊。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啊。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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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世界的末里啊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里啊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里啊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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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世界的末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里。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塔玛世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和世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世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稀,耶稀生大卫王,大卫从乌里亚的妻子生索罗门,索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书兰,乌兰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亚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亚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境,以利亚境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玛丹,玛丹生亚各,亚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营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和市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大卫从乌里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亚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亚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境,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利,以利亚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亚各。 亚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叫生的事,记载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营验主级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和市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大卫从乌里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亚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亚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境,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利,以利亚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玛丹,玛丹生亚各。 亚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叫生的事记载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营验主级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荷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里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加, 西西加生玛拿西, 玛拿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亚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 亚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 撒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生玛丹, 玛丹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营验主级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纳达, 亚米纳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和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里亚的妻子生索罗门, 索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马拿西, 马拿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亚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 亚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 撒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生马旦, 马旦生亚各, 亚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营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